我们一起去家暴 我们的嬴人缺放来 他今天遭受了更大的罪 几天都是在娘家 就说要去收衣服回来 她老公说拿吃药匙 他要开一下吃 不会淋到鱼嘛 他老公就不给他 起了争执 他就赶他出去 出去外面打他 三天晚上打了之后 就走耳朵 后面这里懂了一个包 他就一直说胡话 有人要过来打他了 叫我们不能说话 被当家抬出来的时候 就是已经是出现的那种高度紧张 后处在他耳边一直跟他说 一定要想想年迈的父母 还有小孩子 不能这样子 要叫他建想起来 人送到医院这边 你们没有人跟过来 我真的好心疼 他们加工带走了两个男孩子 女孩子被我妈妈带走了 老公新委会的有接入 什么事呢 现在在医院 在山头啊 没有啊 开始手了 有来过了 现在阿天阿泽自己的 就你这条啊 我们目前还在调查和更新当中 医院的检查结果还没有出来 它究竟是什么样一个状况 现在是没有定性的 最后这个性质到底是怎样 我们才可以进行下一步 我先下一个状况 下一个状况 下一个状况 就是这个状况 两个状况 去那儿 已经下一个状况 了